咱们用到的汽油都是倚传汽油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含有大量酒精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用酒精能否代替汽油点燃发动机 今天晚上就给大家试验一下 咱们先用汽油来测试一下这台机器的好坏 看能不能打着火 机器正常之后再把这个汽油换成白酒 经过测试呢 机器是一台正常的机器 等一下咱们就把这个汽油摘下来 然后把化油器里面多余的汽油给放掉 化油器里面多余的汽油给放出来 这个螺丝就可以放汽油 这个汽油已经放干净了 化油器里面没有汽油了 把这螺丝给紧死 我们本地生产的42度白酒 把它加进去 差不多了 这是酒的颜色 这是汽油的颜色 比较一下 这个白酒已经替代了汽油 现在把它启动 经过试验 这个白酒可以替代汽油 但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弄 因为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 白酒里面含有大量水分 按钮